还要等你来看到冰岛的火山灰让欧洲机场整个大塞机 一伤所及呢包括了亚洲美洲的机场也受到波及了 这一回滞留在欧洲的乘客出不来 而滞留在他国的旅客也回不去 现在呢机场航班整个大乱 旅客归心四见哦 来看我们中间特派曾国华特地走访华府 这个国际机场的特别报道 华府的杜勒斯国际机场与冰岛的火山灰之间 远隔着欧洲大陆和浩瀚的大西洋 但是火山灰的影响却无处不在 联合航空公司设有火山改机票专柜 不过排了很长的队之后 很少有人带着笑脸离开 欧洲机场关闭滞留欧洲的人就出不来 可是欧洲以外的人同样也进不去 不少人滞留华府已经六天 每天来机场改票 每天又看着航班被取消 机场的电子看板上不分欧洲航班恢复飞行 但是取消的航班人占多数 机场一票难求还算小事 天价的机票真把人吓倒 今天从华府飞阿姆斯特丹 经济舱单程要价一万多美元 飞法兰克福经济舱单程一万一千多美元 飞伦敦最便宜只要一千二百美元 可是有航无事 伦敦机场仍关闭 我们在机场等了大半天 终于等到一架从巴黎飞来的 发航班机 回到家的旅客 倒没有抱怨 停飞五天 取消的航班总数呢 已经高达十万架次 这次冰岛的火山灰 不仅重创欧洲的经济 而且呢 波及到全球 波及到全球的客运和货运 中天新闻 张国华 钟义庭 华府杜勒斯国际机场的报道